褲的褲長 那首先呢先把牛仔褲 把它對折起來 好 那我現在先把我們的褲管 先把它撥平 然後呢 撥平就是你上下的那個縫份 把它對齊好 好 上下的縫份 你可以不用這麼麻煩 像我這樣子要 要把褲管這樣拿起來 然後看 你可以用手 然後就是 去摸你的上下的縫份 有沒有對好 如果你的縫份有對好的話 那你的褲管就比較容易平整 你看我就是 一直在把我的褲管 把它撥平整 好 上面的褲管用好之後 再換上面的褲管 那也是一樣 上下的縫份讓它對齊 好 把它撥平整 那有時候我會抓著裡面的褲打 抓著它 然後讓 讓我的兩個褲管把它弄 就是把它弄得比較平整這樣 好 那這一面好了之後呢 好 我先拿夾子 固定住我的那個 上下褲管把它夾住 好 好 那把它翻面 看一下這一面的褲管 有沒有平整 好 那因為我這一面呢 上面上面我有畫一個那個 我要修改的長度的記號 所以我現在呢 要準備來留縫份了 那留我的縫份呢 就是依你自己喜愛的程度去決定這樣 好 等一下留好縫份呢 然後你就是把那個 我們不要的布把它剪掉 我們不要的布把它剪掉 那今天褲孔呢 我是打算用那個烤褲器烤褲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的上下褲管 其實它是有長短的線下發生 那我會用這個方式去改褲衩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會有長短的發生 好 那我現在我的褲口已經烤褲好了 現在就是保的 保的縫份 我要的縫份的寬度抓好 然後拿出我的導縫器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是抓好我的 我的縫份 然後來測壓線 這牛仔褲 因為它沒有彈性 所以你在測的時候 那個布還蠻好控制的 那記得縫份的地方要把它對好 就是你縫份的地方 有把它對好的話 它的布也比較不容易就是歪掉 那你撤起來的話 布也控制的會比較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 要快要測到那個 開始 就是一開始的地方 那盡量測線 讓它 把它重疊在一起 這樣看起來表面會比較好開一點 好 那再來現在換車另外一隻褲腳 欸 褲口 那一樣是把縫份遮好 那一樣是把縫份遮好 好 開始車壓線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線有重疊在一起的話 那它表面看起來就是很好看 好 好 那牛仔褲修改它的褲子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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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